作為新娘化妝師的滿足感真的很大 結婚也是人生的大事 新娘將她們最重要的一天交給我 我覺得我有一個責任 將她們扮得最漂亮 讓她們好好享受她們的婚禮 其實是一種使命感 而且見到新娘她們很滿意很開心的笑容 其實自己已經很滿足了 婚禮都是一些喜慶事 能夠給我很多正能量 當你見到新娘 她們有拍拖 然後走進教堂 逗留人生另一個階段 都是令自己很正面 還有很多啟發 我會用八個字去形容自己的化妝風格 簡約細緻自然內向 其實很多客人都會跟我說 我的化妝是很自然的 能夠發掘到 是人獨有的氣質 以及漂亮的一面 我覺得最重要是 發完之後會像自己 即使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到你老了看回都會覺得很漂亮 而且簡約並不代表簡單 我會很著重一些細節的調整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高低眉 大小眼或大小臉 我會用一個最自然的方法 去幫她們盡量調整到對稱 而且每一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元素 我都會把這些元素 收入在我的化妝風格裡面 其實很多新人都問我 在婚禮或迫迫之前 可否去做飄眉或舞眉 作為一個化妝師 其實我都可以給一點意見 如果客人已經做了飄眉或霧眉 而她出來的效果是比較實色的話 我們要重新幫她改個眉型 可能我們要花更多時間 遮蓋她本身的顏色 然後再跟她重新設計 才可以做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建議如果客人想做飄眉或霧眉的話 最好是留在結婚之後才會比較適合 我去叫我們選擇 在結婚之間 幾次結婚 會不會解決 在結婚之間 他們也可以瘋